然後我被客人同學笑 他們現在不懂得串花麻 我超級想吵架他 收皮了你 你不懂得欠康 好 歡迎大家收聽一個又投入例子的高少節目 我是阿成 我是Justin 今天就很熱鬧 我們好像史上第一次有五條一起錄音 我不知道是嗎 應該是 不是 你上次BL那個也有 對喔 立刻忘記了你 喝得到酒見全沒有 今天我們找了Archis的Jack Takuro和Wellsack的Rocky出來 Hi Hello 因為我們podcast 你們輪流打個招呼等別人 看看能否認到你的聲音 應該認不到 真的 Hi Hello 我是Takuro 我是Archis的鼓手 Hi 我是Jack 我是Archis的 吉他手 吉他手 和唱歌 Hi 我是Rocky 我是Wellsack的主音 很棒 每一次都一定是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有些像之前電台那些 你跟別人說個Hi 是甚麼派台歌 是甚麼Bang 或是甚麼吉他手 你估計 那一刻一定是老鑑 通常一群人五個人 五個人 對 然後每個人都說 我是誰誰 我記得 但是這樣有點老鑑 多少歲都要說 對 一定是這樣老鑑載進去 其實我最近應該都經常在節目說 我們正在來聖誕節的表演 今天 因為其實很久沒有在你的節目談音樂 也是 應該至少最近 可能也是半年前 找其他社會的成員談音樂 順勢想推一下這場表演 就找了兩隊叫做這場表演的核心成員 核心的內圍 是 要不要談 因為其實這個已經變成我們的傳統 之前訪問詩里街的成員也是 就是我們每次談音樂 都會想由一開始 即是開始的開始 甚至不要說搖滾樂 你一開始 甚麼時候會開始喜歡聽歌 要喜歡 因為你歌曲永遠都存在 永遠存在 你身邊有人播放 你會聽到 但是怎樣叫做 自己開始對音樂有興趣 自己找歌來聽 那個開始點在裡面 你們是怎樣開始的 或者先讓Rocky 我啊 很羞恥的部分 就是 一定是羞恥的 一定是羞恥的 我記得家人買了CD機給我 因為我本身都 因為小時候學音樂 那些 他都覺得我對音樂有興趣 然後就開始會買碟 一開始都是跟家人聽些甚麼 那時候 好像剛剛齊順是早期的 嗯 他們開車會播的 我記得有一首歌是 聽歌和在車上是一個很有關係的事情 嗯 還有他們會以前買的精選碟 台灣 我記得是那些甚麼 因為我家裡有人是從台灣回來的 然後他會經常聽台灣精選的老歌 48首 甚麼甚麼 然後就會有些很CAM的吉他手 那些 台灣的精選是甚麼 我狠手但可以溫柔那些 還有會突然間攝一隻周華健 帶他去唱鳳華的 朋友醫生醫癡周那些 我說這個就是沒有印象 OK 那你跟著怎樣由這件事跳去 不羞恥的那些拍子 不羞恥的那些拍子 有一年好像是 我記得我很有意識地去買碟 應該第一隻是 那兩隻就是Black High Peace 以及Gorillas 就是有一次中學的時候 不知道參加了那些遊學的那些東西 去到HMV就覺得 嘩很大間HMV 是瘋了 嘩很大 你跟著我說 你們都去過英國 在外國的HMV 對 在英國Convent Garden的HMV 噢 香港以前 有很多Bandtee 對 然後香港以前也有很大的HMV 但到我中學的時候已經沒有了 原來最大是哪一間 尖沙咀 沙田也有一間很大 我記得 但事難之後呢 然後就 幸好是去了Gorillas那邊 如果不是今天 就不是這邊 就是選擇你的HMV 你突然間的頸上多一條粗金鏈 不然我現在可能是另一邊HIPHOP 你真的是人生交叉點 彈吉他還是Rap 因為我獨 我喜歡一些公仔 以前我就是2D的公仔 2D的公仔 就是Gorillas的公仔 對 就是這樣 然後慢慢就知道 Gorillas 當時是很混亂的 因為Gorillas 不知道他是誰 除了Blurrige之外 然後你就會一直順瓜摸騰 這樣 順彈 順彈 摸出去 中文靈 然後就慢慢找下去聽英國那些東西 然後我表哥就帶我一塊 他那時候已經讀大學 然後他就會 你有沒有聽過France Ferdinand 之後就炸下去了 然後他就跟我去看我人生第一場show 是嗎 是嗎 你猜是嗎 嘩 很難猜 在哪裡 羞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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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恥的嗎 都不是 都比羞恥的羞恥 在那邊 不是 是My Chemical Romance 都不羞恥 很厲害 很羞恥 又羞恥 我還可以聽 我才30歲 我還在聽 因為之前說 My Chemical Romance 會再重組 然後來香港的時候 我是有想過再看 第二部這件事 但是自然 不是很羞恥 我覺得 不知道 OK的 我覺得In hindsight 是一個好的體驗 因為第一次看show 就是 因為很多I School的人 當中很多都是舞著主音 Jarrett Way 然後我意識 就是第一首歌 還沒開始 工作人員在那邊走 他們的人 很大聲 說Jarrett 然後是女生 超級歌 然後我就聾了 第一次看 你不是因為他聾了 你說你看Mogway聾了 我第一次看他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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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是因為吉他 不是因為聾了 就是這樣 剛才Rocky說什麼 他要是選Black Eyed Peace 要是選Corellus 我有一刻想 就是 那時候我們一開始 要喜歡聽歌 其實可能是期待著某種 Story Line 即你好像會期待著 那個樂隊或者那個Band 是有某一些 和其他Band不同的元素 例如你說Gorillus 你覺得他很神秘 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特別會引人喜歡 對 特別引人喜歡 我覺得要有少少這些東西 硬是 我不知道 可能這樣吸引到一些 平時不會聽歌的人去聽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剛才Rocky說 他有個表哥 帶你進去 即他類似推薦你聽 因為我們訪問過 都好幾個星期街成員 其實我發現 每一個叫Indie Head 還是怎樣 人喜歡聽Indie Head 那些人 進入這個世界的方法 其實只有幾款 而其中一款就是這些 有些是姐姐 例如表哥 即是 或者家裡不知哪個親戚 就見你 咦 你開始聽 開始找一些歐美音樂聽 等我彈幾個碟給你 你去聽 那種 好像是有一個人 inspire你 那Jack和Takuru 你是不是這樣 都是人家帶你們進去聽 還是你自己 盲摸摸摸摸出來 就是聽歌 如果我自己來說 其實我小時候 聽日本的歌 很多 去到大學 其實才被Jack感染 又聽很多歐美的歌 對不起 對不起 錯了 錯了 小時候通常 最開始接觸音樂 其實都 因為我媽媽是日本人 可能會經常看很多日劇 卡通片 通常 很多時候唱這些主題曲 都是樂隊 有時候 你看完之後 覺得這首歌挺好聽 之後就會越找越多 之後就會知道 原來我是喜歡這些類型的音樂 例如呢 例如呢 例如 T.O.那些 後來會 可能會喜歡了 LacanCL 小時候就比較 J-Rock 或者可能 會聽 Visual的東西 都會聽一下 這樣 之後就 慢慢越來越了解 越多 所以我就聽得轉一點 嗯 嗯 J-Jack呢 你怎樣討讀他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討讀他 大家分享 是 因為那時跟Takuro住得很接近 晚上的時候 都會去他的房間 那裏 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 所以 那時就大家一起聽歌 就好像現在這樣 嗯 大家在Youtube那裏 找些歌來聽一下 那大家給一些 大家喜歡的歌 給大家聽 然後Takuro 我就會在那時給很多日本的歌 給我聽 所以我是 認識了Takuro之後 我才真正開始 聽很多日本樂隊 嗯 就是之前我是很少的 真的 那你本來是聽什麼 本身是 我其實 你們問有沒有人 就是是不是說是有些 家人帶你進去聽歌 或者前輩 那樣 其實我是 就是我想都想說 因為我是我哥哥帶我 我哥那時 就是我 我想我在讀小學 那我哥那時是 他讀他的英文總學 然後他有很多朋友 都是聽 Band 嗯 然後就開始 就是 可能我那時 我小四的他喜歡 然後他就是這樣 給我聽那些什麼 Lincoln Parker 嗯 Simple Planner 然後還有 我記得那時有一隊叫什麼 Trust Company 就是都是 一些 就是 alternative的 的Band 那所以 對 那時就聽很多這些 很不知名的樂隊 然後就 就是喜歡了這件事 就是慢慢地 我突然間有一個問題 那個時候 就是你跟Tagro 一起 然後你發覺他聽日本一些東西 你比較可能 奧美一點 那時候那個 吳居感是產生了沒有 就是你知不知道 以前呢 你聽到一種東西 有派別的嘛 就是你聽到一種東西 然後你會覺得第二部份 就是 譬如Metal Hat 就覺得你 Heddy 那些不練結他 就是有很 是不是那時候 有這種 吳居感 就是有沒有 不妙令 那一款你不是聽的 但是你應該沒有 你已經一起 hang out 有什麼朋友 但也沒有這件事 也沒有 反而想了解多一下 就是可能了解多一些 我的朋友 是喜歡什麼 或者可能小時候有 應該說 小時候是 很 因為有一陣子中學的時候 就很喜歡英國樂隊 嗯 那就覺得自己永遠都是 最贏 覺得身邊的同學 不明白我 哈哈 我聽的東西最贏 我不敢這麼說 我怕我這些同學會聽 哈哈 我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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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鑑屎都這麼想 但是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這一輩子都只會聽英國的樂隊 我不要聽任何的樂隊 用國家來分 我沒有這樣 不是國家的事 小時候是 但是我類似 我一開始覺得自己是比較喜歡英國的樂 音樂界的樂隊 對 你要很英倫 blur 你喜歡blur 就是goreas 你又有那些radiohack 但我後來聽進去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喜歡美國的樂 吉他 聲音 我後來發現 美國的indie才是豐富一點 或者適合我 嗯 就是要慢慢摸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 是 那時候有個很幼稚的想法 但是 不是 那時候正啊 哈哈 正式 後來去到認識他的時候 可能已經長大了 那時候是大學同學 所以就 那時候已經沒有了這個想法 嗯嗯嗯嗯 那怎樣由聽聽阿哥想搭band 或者玩樂器 嗯 玩結他 Rocky先 因為你剛才說你小時候已經有玩樂器 是呀 我小時候玩 但為什麼小時候一開始學樂器 學校是 我小時候讀那間小孩那些 對你很有高期望 我就是那些 正經教育 對 但我就是失敗的成分 那些人小五小六 每個都已經是八級一件事 因為你入學的時候 你已經要選一件事 就好像新手村 他就好像你進來 看你身高什麼 看我牙齊齊齊齊齊齊齊 轉屬樂器 塞一個給你 然後他就塞了一些小號給我 你學小號 對 我第一個是小號 然後我畢業的時候是三級 即是你吹到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我人生的成就 我逆向 因為我不叫Fuck 然後那時候那些同學會升級 去其他老師教他吹小號 我每天都是那個最低級的 那為什麼你會放鬆 然後就 可能我小時候真的不喜歡那種模式 因為他就很期望你學一種樂器 然後你只要玩那個Orgustry 因為他們其實大過想起來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他要幫他的學校製造一個reputation 而且這個人應該是挺精英的 是的 而且他們會很鼓勵你 即是有些同學 譬如他出了Saxphone 他媽媽會不讓他打球 就算他知道他喜歡打球 因為怕他靜身的手 可能表演不到 好像那些動畫很遠的角色 是真的 他真的很喜歡打球 然後他是那些很有錢的家 他自己有一個clubhouse 所以隨時我們去街場打 他媽媽都會說他不打球了 這陣子他怕會弄傷手指 後面真的大了 現在他有一個真是professional 是吹Saxphone 真的厲害 真的能磨回來的 誰知道 但我自己踢球我也會 可能有時候我臨出show 我都會先避一避 真的害怕他 不是自殺性這樣做 但大過了也不一樣 你小時候有個什麼 小時候有種快樂的感覺 你控制我 我小時候沒有 但我小時候 我那年小時候是很逆 我那一界很奇怪 有很多比較偉 其實不是偉 小時候有個小時候有多偉 他們會聽粗口歌 那時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LMF 有人傳出粗口歌MPV 對 沒錯 現在每個人小時候都是 都是靠Vimix 還有無話聽了543 還是什麼 都是那些 那些 那期MP3 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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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那你怎樣去學結他呢 然後去到中學 就轉了學Saxphone 不知道為什麼 咦 你也是吹一些東西 對吹 那時候可能因為開始 不知道怎麼接觸到爵士樂 我覺得Jazz好聽 OK 但是去到中學 去到差不多初中完 之後就覺得 頂一日多 只可以吹一個音很悶 你明白嗎 嗯 就是說你如果玩單音樂器 Shout out to all the 單音樂器 out there 你是很孤獨的 因為你自己練習的時候 很無聊 嗯 我想有些人會很享受 我就不行 嗯 可不可以再說 我想每個人都不知道 什麼叫單音樂器 單音樂器就是的意思是 不需要吹的 對 或者譬如結他有很多條弦 你同時可以發出很多個音 你會有一個chord 但多數情況管弦樂 管弦和管弦都是有些泛音 但他主要都是一個音 那你就是 為什麼他要這麼大的 ensemble 就是因為他要同時發出很多個音 嗯 嗯 還有他我很不喜歡的東西 就是他要 你可能要組裝那個人 噢 小朋友不是覺得帥氣嗎 你組裝那個gear 很煩啊 很煩啊 還有學那個樂器的模式 他們對你的期望 還有那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學過樂器 就是你說古典樂 比較傳統的 對 那種跟一個阿sir學戲的感覺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我好像有說過 我小時候 因為突然間 我在聽Linking Park那個年代 我老爸就終於覺得 不用學過了 不是 他終於覺得兒子在聽一下結他東西 不如給你們一支結他 他就給了一支古典結他 我去學 然後阿sir就說 你拿古典結他 不如我教你古典結他 他應該給一支卡哥盆 我不會拍的 我說好 然後我學了幾個月 然後就放棄了 就是無影響 因為他們很司徒制 他覺得我不是在教你 我在投資我的時間 所以你要可以 你不可以 這個想法是很精英的 他覺得你是其中一個投資品 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這樣說 然後我就很不喜歡那些 太有框框 那些很煩 然後就 因為那時候開始聽Band 就覺得 一支結他我隨時可以拿起來彈 我不彈就放下 那我就覺得 還有我彈結他的時候 他有很多粒音 那我就很開心 嗯 然後就開始了 去自己學結他 嗯 就去了一個不歸路了 突然間就 哈哈哈哈 即是都是自學的 結他 所以你經常做的riff 都這麼多音 是啊 最開心的 你自己自己彈 如果我只給你一個鋼琴 你只可以一次彈一粒音 你那個感覺和你可以彈一個chord 是要出來 好像那些move 這樣 還有隨時可以做的那件事 差很多 因為節奏很吵 即是管樂 音樂的木管樂 會很嗶 無論如何都是很大聲 是啊 是啊 那結他商他們會 你如果一定是結他 更加 你會聽到 你也不會吵到人 那我當時住 因為我讀 中學的時候住過一陣 宿舍的boring school 嗯 那就很perfect 嗯 超perfect的一個set-up 我突然間想起 你是不是說是 剛剛開始玩 然後再接觸到jazz的音樂 你覺得是帥氣的 嗯 其實我突然間想起 這件事是 不知道是不是 對那時候那個period的人 或者那個小朋友的狀態 他會覺得 跟自己距離很遠的很帥 嗯 因為我小時候有這個類似的想法 即是未知的世界 是的 其實可能有些東西是很 被人的感覺是很大人 或者很成熟的一些 genre也好 或者是一些任何的產品 任何的東西 那些東西很大人的時候 你小朋友看 嘩 覺得馬上超級帥氣的 然後就 突然間描述到那些東西 就再帶了去另外的東西 因為我挺記得 我有類似這樣的想法 但就不是因為 不是在音樂上面的 我上次覺得讀書很帥氣 即是看了一本書很帥氣 真的喔 我真的有試過 我那時候 因為我作狀底 OK 我不說一些不關音樂的事情 突然間 因為我覺得 看了一本書 然後大家不知道那本書是什麼 我就覺得很帥氣 然後就 你不明白我 對 你不明白我 我看了什麼 我不只答我認 然後那段書就一直看類似那些東西 然後就 其實它彈到你去另外一個位置 雖然可能我那時候 可能看 我很小時候 可能中一二 或者是小鹿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看 看老子 你一直聽不明白 我一定看不明白 其實小朋友在看老子 你明明什麼 當時還沒有Instagram 你不會被人拍到 我拍了 我突然間 那一刻 或者小朋友 或者那個年紀 我突然間發覺 你外面原來有一個很大的世界 就會彈到你去其他地方 我覺得那個未必叫做反叛 但是那個年紀 你開始找自己的角色 我要建立自己的 我是什麼形象 或者叫我是什麼 那你們呢 你們呢 你聽歌怎麼去到 玩樂器 就在你們一起聽歌 不是 我自己 我第一次接觸打鼓 其實是那些中學興趣班 其實有兩個部分給你選擇 一是去做運動 一是去學樂器 那時候 學校又聘了 就是某幾個indie band 都挺厲害的鼓手 咦 立刻想知道是誰 可不可以說 例如有什麼鐵樹蘭的子通 有大陶佛的阿威 就有這些人去教打鼓 我覺得好像挺帥 這學校挺帥 挺帥的 對 我那時候也覺得 好過去打排球 不是排球也帥的 排球也帥的 但是你有個中學生來講 我當然是跟著那個學校 是我的選擇 也是的 那時候就有這樣的興趣班 他每個星期要上兩堂 對 慢慢就覺得 好像真的挺喜歡的 然後到了中三中四 開始就真的出去找老師 那時候就找了Travis 他是那個 Life is all silence 是的 一秒頂章 真的 真的 然後就一直找他 一直上課 一星期上課 然後去到考DSE的時候 就沒有打 因為沒有時間去練習 去到英國 認識了Jack之後 就有繼續這個興趣 即是你認識我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沒有打鼓 沒有 其實去到要中五中六 都沒有怎樣 是不是突然間可以解釋了一些事情 你這樣問 因為他偷笑 他偷笑 他偷笑 你偷笑 難怪你那次那麼難 不是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那你呢 你怎樣開始 我也是阿哥 其實 我記得那時候是因為中學 音樂課有音樂考試 然後他讓你自己自由選擇 怎樣 就是考試的方式 好像是 你覺得中學那麼輕鬆 就是 那時候是 因為最後一年又可以讀音樂 即是之後 那間學校就沒有了 不是 因為你中三 你中四開始就選了 所以中三那個音樂考試 就可以你自己選一個認識去考 即是你學校專科是有音樂選擇的 不是 就是他有音樂課 方文前必修的音樂課 越來越結了 那老師就說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啦 最後那一刻 之後 有機會這樣想 我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好像彈結他唱歌 好像也挺有型的 有型很重要 因為我阿哥那時候也有彈結他 然後就問他 你可不可以兩個星期教我促成一首歌 我就去彈 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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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Maroon 5的 Diss Love 好像是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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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 Machemical Romance的 所以一點都不受恥 我認同 真的 但說出來那一刻自己相似 但通常是人家不覺得相似 我小時候都喜歡Maroon 5 我認同 總之就是那時候問他想叫他教我 然後 但是學完之後 就是學了兩星期是完全一個曲都按不到的 最後我也是唱那些 就是Maroon 5的就算了 唱廣東話男曲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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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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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唱卡 就是只唱 這個是不是中學的音樂考試 突然間有一個 不是 那些很像 你是做什麼 中學的考試 我初中是在香港讀的 之後約幾年就去了英國讀 初中的音樂考試 最後要唱 就是意大利文的 很正認 首先我很肯定 不是正認 我讀的是普通學校 中學 但我剛剛人物進龍 你去了意大利文 你突然間 他是一個老詩子的喜好 那是什麼 就是歌曲的 不是 他歌曲的歌詞 其實是一首情歌 你知道意大利文的愛情是阿摩 還是什麼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首歌曲有很多 那和D 然後就變成D那摩 這個一定是小學生 最喜歡笑的東西 不是 我現在最喜歡笑的 不是 你說起中學的音樂課 我超記得一個印象 就是不知道我中一的音樂課 不只要輪流表演 那些人就表演那些什麼 莫澤特 我那時候表演龍夫 不是 中學的 是 要做PowerPoint的 中一 我怎麼不記得 我很記得 因為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記得 就是我表演龍夫 你是HIPHOP仔 不是 因為我們中學是英文 是 Farmer 但你知道HIPHOP的 你串的Farmer 他不是FARMER 是FAMA 然後我被校園的同學笑 他這傢伙不懂得串Farmer 我超級想吵架他 你不懂得串Farmer 你不懂得串Farmer 我沒有出聲 我真的不記得 我去沒有做過什麼 因為你沒有我這些被人串的經驗 你不會記得 你們兩個是同一間中學 我們是同一間中學 但我們畢業後才Friend 大家在音樂堂也不脆 為何你是意大利文 你意大利文 好 我記得我那時音樂堂是老師 要逼我們出來表演這個 High School Musical的跳唱 什麼跳 要啊 跳跳 我後來怎樣可以 不用做 要跳很厲害 我專門表演得很差很差 最後他決定踢我出隊 我又很開心 我突然發現他們有共通電話 Rocky和Takuro 他故意做一些事情 即是五屁的事情 他故意做一些事情 哈哈 他突然有共通電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五屁 那你們一組是Arches 我想問那個樂隊的名字是怎樣 其實我有看訪問 也有看過 我想再聽一次說為什麼 阿Jack說吧 好啊 那時就 我跟Takuro以前 還有當時的另一個朋友 嗯嗯 我們就夾了一個樂隊 然後那時就 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樂隊房 我們就租一些事做樂隊房 嗯 那時候 剛好租了一個樂隊房 叫什麼 The Arch Studio 哦 那就是一個Arch字 因為它是在一個鐵路的隧道下面 就是它有拱形的位置 哦 上面會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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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鮮達樓上 因為在香港的那些時租樂隊房 時租樂隊房 有幾間都是挺有名的 可能現在是 旺角的 旭 旭 可能很多人去 我們以前可能就是總統 310 310 Hot Focus 很多 310的 都是鮮達的 都是鮮達的 就是310號的房 你會去到 然後他們沒有房 就會去另一間 就會去總統 其實有點像另一種模式 是 那我想問Rocky 是 因為我對你的認識就是 MT Bottles 和Well Set 是 那你 問你Well Set 這個Bandman有沒有原因 有 沒有原因 沒有的 哈哈哈哈 沒有 有的 沒有原因 我可以告訴你它是怎樣出來 是 但是它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 其中一個 那時候就是 MT Bottles 為何會有Well Set 就是因為有MT Bottles MT Bottles的經歷 令我想做一隊 直接些 容易些 可以實行到的Band 因為MT Bottles 那時候就是因為 他們 跟我的時間 差很遠 因為我已經開始了工作 嗯 我的Band 那時候他們還在讀書 而且他們讀的書 是很 很接近的 你知道 Tomas俗醫的 所以很長 很長 其實不知道 香港很多醫生都在玩Emo 就是 Pony Boy 很大力 哈哈哈哈 然後 Jason又不是玩Emo Jason也是很配Band 即Derry Boy 嗯 令到我有一個很強烈的 因為我很想玩 我不想因為大家的行程 令到我經常都要 逐著逐著逐著 是的 因為我真的很想去Tour 去玩 然後就做了Well Set 其實一開始就是想著 因為MT Bottles 這個名字經常記錯 到現在 有一個我都很熟悉的朋友 他經常說MT Bottles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二件事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意思 哈哈哈哈 我經常想 要否糾正他 好像很囂張 反正對Band 都沒有玩 現在都沒有玩 不要這麼多話說 我們都經常有這個情況 那些人都會讀不到我們Band的名字 他讀什麼 A字頭那個呢 哈哈哈哈哈哈 有 因為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去延伸的 因為有些像是 一隊Band的Band名字 對他自己本身的音樂 或者他們本身夾出來的成品 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有的 WELL Set就是WELL Set 就是很直接 很可能會蹦蹦 所以WELL Set的所有碟 都是蹦蹦的 Set Backs Apart Lurking 全部都是兩個音節 就解決 但是因為我的MD Bottle 我差點就讀錯自己的Band名字 就是Any Bottle 所以你會說出來 你會想去那邊 哈哈哈哈 我們當時的點名字 都是複雜一點 但我覺得都反映了在這 因為當時WELL Set就是 其實主要是我自己 一開始當它是一個Solo Project 這樣做 但是也想找一個名字 就是Snappy 就是一些 我的原本就是 我這隊Band要喝醉都要玩到的 啊 不是吧 你彈的東西都是很複雜的 對我來說 是 經歷時間之後就會做到的 那我剛剛問一下你們 有沒有覺得你們的名字 是影響了你們的作品 還是怎樣的 我覺得沒有 可能純粹Taku有沒有這樣覺得 沒有 我覺得是很隨意 我們就沙田吃吃吃吃吃飯 是時候要想對Band名字 就是Lyla 我們就作了幾個選擇 就這個吧 因為一般可能 就算未必玩音樂的人 可能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你的名字有沒有影響你的性格 其實我覺得有些人是覺得沒有 但我覺得有些人會覺得有一點影響 你是不是那些中國人呢 算命師傅 不是啊 你的名字是影響你的名字 不是那些劃的 不是那些劃的中手 不是那些 我覺得 不過這個可能只是對Archers來說 因為Archers改名這件事上面 我自己覺得都挺隨便的 我會覺得你們整天改名字 都是有一種ambiguous的東西 可能可以很 不是很明顯 你覺得ambiguous 所以這個是你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我們亂改的 有什麼意思 很多名字都是 不是我亂改 但是可能是 剛好 剛好 大家可能吃開飯 聊開 不如快點搞定 你不想因為要想名字 所以要阻止了 即是首歌出 快點整個名字出來就算 我聽過最亂來的是 每個人寫幾個字 就放在袋裡 然後抽 然後那部樂隊就叫Dyichewa Die 即是廣州 但怎樣可以這樣丟到字 剛好把一個字組成出來 也很難 對 所以是天意 但是那個問題是 絕定自來要死 Dyichewa Die 但是那個問題是 世界上有另一隊叫Dyichewa Die 所以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瘋的巧合 證明很多人不喜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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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常是英同 我再說回來 這次的表演 這次的表演是 你兩隊樂隊出唱片的 album release 先問Rocky Lurking這個表演 有沒有什麼意思 你便知道 有的 這次是比較 之前很多名字 歌名字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樣 我常常是洗澡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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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洗澡的 我是洗澡的 但是跟你不一樣 總之 總之 因為我常常在洗澡的時候 都會想到一些名字 相關的東西 哦 OK 好像有些人說 你在做一件很熟悉的事的時候 你會把你的腦袋的容量出來 突然間有些 砰 Lurking就是 指一張照片 因為我們的專輯封面 我在Instagram也有個報告 有興趣的題 就是原指一張我拍的照片 就是一個影子打在樹上 那張照片我之後就拿去給一安焦雷 我們朋友 在台灣的一個漫畫家 他就做了一張草稿 然後他就把那個影子 埋在地下下面 即他的影子本身是打在樹上 他就把它埋在樹根下面 即他用了另一個方法做出來 那我覺得就很 即我看了一張圖 那一刻就覺得 一定是這個白銀 即他試了幾個白銀 即我覺得很廣東 我們錄這張唱片的模式 即我們那時候是 即COVID 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停了 接著組樂隊有一期 你記得四個人都是犯法的 無論任何原因 接著錄音一定超過四個人 我們是會跟錄音那裏談 我們說死了 即我們要夾 怎樣可以盡量減低風險 即我覺得整個模式就是Lurking 即你是存在在這個城市裏面 但你是用一種很隱蔽的方式 移動和做事 即好像你Lurking 即譬如我有時會覺得好像 CSS你死了扮 你死了之後 你可以穿牆到處走 Spectator mode 是的 你可以看完這個 我覺得有點像我們的生活模式 就是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我們看這個世界的模式 就是Lurking 即是好像死了之後的那種傳史角 也跟我們和錄音的模式有關 即我會這樣想 所以有一天 看著那個草圖就是Lurking 即聽起來是一個蠻抽離的想法 即如果你有一個Spectator mode 你覺得自己好像要在城市裏面去做某些事情 但其實是隱藏的 然後去 因為隱藏才可以將那件事去完成 有秘秘密的樣子 是的 有些秘密結社 怎樣怎樣 然後才可以完成那件事 因為譬如我聽這件事 我特意連續聽你們這件事和這件事 我覺得有幾不同 或者我自己一貫對你們的印象 可能很抽象的印象 就是其實這件事是慢了很多 是的 是很 個人是沉沉 能量不是這樣響爆 我好像有一點點認識到 可能是COVID這幾年 整個人的心態 就是沉沉 你不能這樣是不重 其實那個環境 基本上跟那首歌幾次寫 是差不多 所以是 就是那些歌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就是頭半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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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這首歌就是這幾年 四個人一起打出來 還有很多時候是 你製作那首歌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見到天日 是的 所以其實是 會有一個 譬如Jason 也有提出這個點 就是 後半的點是很不同 其實是有得解釋的 嗯 還有經歷了一些 譬如經歷了一些生來死別的事情之後 所以他整個節奏是不同了 但是我們寫的時候 會覺得 不如我們這首歌慢一點 沒有了 你這樣說起 就是聽Rocky說 Jason 就是David Boring的吉他手 Jason 其實他有出的故事 是各講了Well-set和Archers 我其實有一點認同Jason的項目 我也覺得 你覺得我自己是喜歡你們這首歌 後半部分多些 就是Well-set的 我自己也是 因為後半部分是更加多 是慢慢四個人一起做這些歌 之前可能是 因為 衝出來的 嗯 因為我們那個Line-up 就是Archers那個Live的Line-up 都經常有些改變 Well-set就是可能 說得錯 就是很悲哀 是否突然間 突然說完好 這樣做錯 怎樣 我不知道我的學生聽的 但是 我們每一次出錄完這首歌 就會有人離開 所以我們經常就 為甚麼 沒有完 第一個鼓手宋剛 他真的很厲害 他是Ponyboy 那時候我們錄好第一支EP 想著我就是搞Label 我們就覺得 好 錄完這EP 我們去出場 玩甚麼 然後他就突然發訊息 Rocket 我不玩了 那我心想 我突然被分離開了 哈哈 我那時候有點不爽 但是因為我開這個項目 本身的原意就是 我要繼續做這件事 我跟Dixon繼續做這件事 找了另一個鼓手 那時候 是不是有首歌叫 Goodbye Don't Fuck Up 是否都是由人離開 這個就 不是Exactly 這個是之後 我已經聽到的酒精龍度有點高 不知道應該是 哈哈 酒是酒人的 還是怎樣 之後呢 接著Apart 也是 錄好之後 我們那時候的鼓手Latiff 因為他工作原因 從香港搬走了 去了另一個亞洲的城市 又是喬起了我 哈哈哈哈 幸好那時候 就隨街撿了Daryl回來 我隨街而已 也不是 但是現在很厲害 對 挺好啊 我記得我們突然抽遠一點 我們現在搞一個 不是太賣座的show 就是Klamifing 香港 那時候應該是Daryl 應該是最初進來還是怎樣 我覺得現在是超成熟 現在是Latiff 是啊 所以這些東西 就很影響了對樂隊的走向 嗯 因為Daryl本身是大力一點 是啊 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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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又要調節我自己怎樣跟他玩這些歌 噢 他又要調節 但是 我接用那個時間 總之後半的碟 就真的這四個人 我會覺得 是我們這四個人 最optimal的聲音 就是這樣 嗯 但是我不會 我覺得前面都是一個紀錄 我們自己內部談都是覺得 我們要這樣出 是因為他記錄了我們這幾年的麵化 嗯 我不覺得我要再寫半隻碟 去貼到後半身 嗯 反而是做起了 然後下一隻碟 我們就 可能用另一個方法去做 嗯 因為一般人呢 我覺得是 就算沒有玩樂隊也好 或者是 不算聽太多歌的人的 既定印象也好 我覺得呢 有些人會有一個想像的 就是呢 夾樂隊呢 通常就是 我當A B C D 四個人 那隨便一個人走了 那隊樂隊就收皮了 就是我覺得應該就是 那就是散樂隊的 就是那個概念 就是沒有了一個人就會散樂隊 但是原來 我覺得未必就是 好像有些人這樣想 就是原來A B C D沒有了A 其實他之後會再生一個 另外一個不同版本的A B C D出來 其實就算沒有了A也好 就是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 沒有太多 可能沒有太多歌曲經驗的人 或者是沒有什麼 聽太多音樂 或者知道背後是怎樣 產生音樂的人 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是一個常態來的 就是有機會是 有些人真的是come and go 就是有機會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每個樂隊都是這樣 有些樂隊就是 就是從一二中 就是那四個人 就是那四個人走到二十幾三十年 或者是沒有了一個人 我們就不玩這個 是的 有些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如果 原來A B C D 隨便走了A 就是換了一個E 然後又沒有一個 然後又換了一個新 然後那件事還活動到 其實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是選擇 譬如我們剛才上一個表演 是戴鷹錦那個相關的 相關的利比士 然後我記得 我不是說我們喝得很醉嗎 你吃得很醉嗎 你吃得很醉嗎 我又跟梅迪斯和戴鷹錦的 比士手阿輝 他去了吃宵夜 我又問他 如果你有些成員 可能這幾年都不會搞到BANG 你還會不會創作 我應該都不會 我應該只留下 等他有機會 所以是個人選擇 對 我也是選擇 因為Rocky有說 我承認 我可能Emp bottles 之前我不喜歡那種卡住 總之我一定要繼續 我就要繼續 因為只要有那個Driving Force Rocky在那裡 他就繼續 但我其實很想問Archers 我覺得你們是跳過了這個問題 你們決定了 即超脫了嗎 我覺得真的 例如我老屁股地想 我覺得你們是 用了另一種方法去處理這些 即你們選擇了一個 Core的成員 就是兩個人 然後你們兩個人 盡量去完成最多的事情 又加上朋友的幫忙 我這樣理解一下嗎 是不是這樣 那你覺得 其實你這樣 是不是就bypass了 line-up這個問題 但我剛才錄音前 我問他們這個問題 又好像不是這樣 不是一個 這麼有 是嗎 其實就 即是有些經歷 就不是大家都 有趕過出來 可能我們之前 以前也有其他一個成員 甚至連Bang的名字都不同 那時候就有一個成員 就離開了 那我們 之後後來才再 其實整件事是這樣的 是因為我 我一直都不在香港 可能有另外兩個成員 其中一個就是Jack 他們就讓我先畢業 他們就先回到香港 有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都 很長時間 對 很長時間 然後 後來我 就是輾轉反則 終於有一個疫情 就找到香港 那時候 又跟Jack 叫做 又找回大家 聊天 有一天 就示範 不如去夾樂隊吧 又去了旺角的樂隊房 那裡夾 然後 那時候其實就 夾得也挺開心 然後 後來就說 不如我們再玩 又試著變成Archers 這樣 所以其實 人數 即是 叫做 樂隊成員 都是一個 未必 他們是不是非自願地兩個人 未找到對的人 即是剛好 對 我覺得是 回應Rocky剛剛的問題 其實是 純粹 那當然 我跟那個玩我很開心 因為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那 就是兩個好朋友 Archers 有點像是兩個好朋友 想大家一起做一件事 去 記錄一下自己這個歲數 做過的事情 但是 如果 你說有一些固定的成員 就是可能 以後都 有一個固定的結他手 或者有一個固定的bass 其實我想我們都很想 其實是 但是只不過是現在可能 即是還要找 這樣 是 我覺得就 立刻就 我可以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 通常都 夾band的人都會問 那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真的夾band才夾人 即是 有個 就是 你因為 就是 玩band 即是叫做 一隊樂隊 或者你喜歡多少人的樂團 又怎樣都好 是 是真的 你跟那個人要先夾 還是 大家是 不行 我就是要玩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你出來就跟我玩什麼什麼 我要你的技術 而已 這樣那種 我覺得聽起來 你們都偏向像 想夾人 是不是 我想 我想 每一個人不同 但是 對我來說 是的 就是 因為我剛剛也有說 就是 就是 可能真的 我本身跟塔菊是 一個好朋友 那 我們真的想 兩個人 就是 即是我們 或者應該這麼說 是夾band是我們當年的一個 負荷活動 那我們就想 這個負荷活動可以繼續 那 是的 因為是 很 The Fuse 不是不是 現在那些妹豬就在那裡 不是不是不是 The Fuse 就是純粹是 就是 是一個 就是 其實好像今次的這個show 也是 就是 因為 上年11月的那個show 可能 我就跟Rocky 開始 就是 friend了 就是再close一點 因為以前都認識他的 但是可能未去到 好像現在那麼熟 那樣 但是就發現 原來 大家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朋友 那所以就是 今次的show 都是好像 就是大家朋友一起做一件事 啊 那所以真的 你說的那件事是 對 可能對我自己來說很重要 嗯 就是我覺得大家相處到 大家是 就是容易相處的人 是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 我很體重 嗯 嗯 Loki呢 你自己 你會不會有想過 夾班才夾班 那些事 還是沒有 嗯 我夾班的 生鞋 哈哈 裡面印證了很多 我是碰了很多釘 就是 你壞了什麼呢 壞了什麼 我多數都是太 就是我覺得是 我會這樣看 夾班是 如果你當夾班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你生命的周期 必然影響你夾班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譬如讀書 就是一個很大的 其實 Empty Bottles 其實 其實 我以前就會太長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喂 不是喔 我們錄得那麼辛苦 你錄得很久 然後你跟我說玩兩場秀 之後你就走 嗯 就是我們錯失了很多 譬如我們曾經是 被人邀請去幫Mill Open 而我們是超級超級超級喜歡Mill 嗯 就是你問我 如果我 就是那時候你跟我說 可能如果 就是會去到 American Football 這樣的程度 的喜歡 然後你跟我說 我不可以幫Mill Open 就是不可以幫一隊 傳奇樂隊做暖場 是啊 是真的一個 大遺憾來的 那我們那時候 就是圓了其他心願的 那他們都不是 因為他們想 就是因為周期不合 那我會想就是 性格一定 其實我們第二 WELLSET的 第二個鼓手 LATIFE 他的技術不是說很好的 認真 但是我們 哈哈哈哈 不是 現在太強了 不是 認真有小 這一下有小剋 但是OK 明白的 現在力王 哈哈哈 但是他真的很好人 或者你跟他一起很開心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人上一齊 一齊 這次上什麼渣男發言 哈哈 我跟他一起真的很開心 哈哈哈哈 不是我非他 哈哈哈哈 所以你聽Apart 其實很多歌都頗開心 其實就是我們那三個 那個平衡 我們和Dixon 加上LATIF 那個平衡 是大家開心 然後可能WELLSET 現在是更加瘋 就是我們會一起做運動 就是會經常 譬如我們鼓手 他開餐廳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幫他 就是我們互相在生活上 那些介入是比較大的 噢 然後我覺得是 這個Ben也是學會 他接受這個生命的周期 嘩 突然間 我覺得好像拉回去那件事情 就是Ben 因為如果Rocky這樣說 我沒有解讀錯的話 就是他原本也是覺得 那件事是一個 叫做技術性 或者是一個 去完成一件事 去目標Oriented 就是我 或者我 可能我以前會覺得 我的Priority 跟其他人的Priority是一樣 嗯 我會覺得 這個Ben一定是 這樣 但是我現在接受了 OK 不一定要是你的Priority 對 但是如果我們好像 因為 這麼幸運 這段時間 我們真的可以一起 很努力 很高能量去做這件事 那我們就做爆它 嗯 如果有一天 突然間有個人 因為我 生命其他事情 然後我們要 趕回來 都可以 我就會繼續做自己的Priority 嗯 因為 對 我覺得是有件事就是 你開始明白 可能心態不同了 就是你明白到 我跟那些人 我跟那個Bandmate 或者任何人 合作的單位 任何都 他們 我們夾起來 出來的東西 才好像是價值得 那些東西 我不論他 可能他以前 在你心目中 譬如說 試打一個Bandmate 原來他失戀 玩得很壞 原來又說 想退團 還是怎樣 其實夾Bandmate 真的很辛苦 那我會原諒他 失戀這些東西 彈開 人家可能很冷靜 你幹什麼 神經病 我覺得現在好像多了一份尊敬 可能以前 以前會覺得 沒有理由這個 不是在你最頂級的 對 為何我們夾Band 出來夾Band 你不要 可能另外一個反面 是因為真的很多時間 和資源投入 你們都經歷過 你去做了一份碟 首先你那一刻 你一定是覺得 這件事是我目前寫過最好的東西 要不然你不會去錄 如果你覺得 比上一隻更壞 那我怎會去錄 你已經投入了 然後你錄音 然後印碟 日子 租Band房 那些東西 加起來 對 所以我那時小時候 經常都不接受 為何你們的最頂級 是出來 逛逛 或者你的最頂級 其實是 就是夾Band 對你來說 是成為先的一部分 一個方法 成為一堆朋友仔的方法 我不接受 我覺得夾Band 就是要做好的 不可以 要想製造到東西 對 當然這些原因 我現在都不會接受 哈哈哈哈 但我會覺得 我調度得更多 還有 你可以把那些能力 變成幫人的能力 你最近經歷過的事情 你需要幫忙 我們就幫你忙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 叫做夾Band 的一個 呃 怎樣叫做活動 又好 怎樣都好 火活動 怎樣都好 我想跟很多東西 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你跟一起做那些人 那個 即你一起做夾Band 這個活動的人 那個 狀態呢 那個夥伴的狀態 是很能直接的去面 是反映出來的 而我想不是那麼多 這一本的活動 是真的那麼直接 我也是 譬如你打球 你會知道 但你創作的話 我的狀態不好 我怎麼會交到貨 我怎麼會 他真是低落了 這樣 他就用時間去放在那裡 但你也知道他不在那裡 我再問回我的體驗 我想問的問題 我的體驗是在說 Lurking 如果我問了Archers 你們的callers room 有沒有什麼 這個 不是 都是隨便出現的 這個名字 有沒有 是啊 其實都是 都是幾隨便的 最初呢 其實就是 阿Jack想了一個 那他就 不是adjective 他就叫我想一個 那我們就想一下 怎樣把這兩個 詞語拼在一起 他就跟我說 他覺得 Callus 這個字他挺喜歡 他覺得挺有型的 那我那時候 他就叫我 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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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純粹覺得有型 有一個排氣 他這樣說 是不是很適合 你繼續說 然後他就叫我 你可不可以想一些 出來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組成名字出來 那我那時候 就想了十幾個 給他一些選擇 他就說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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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 那裏變成 你這個排氣是做什麼 不是 純粹是 想起這些 過程 搞笑 我覺得如果這樣撞出來 那個效果有點像 那些 那些 寫作訓練 我突然想起 就是 你撞兩個 出來然後 看看有什麼效果 看看什麼的 看看有沒有什麼 撞到這個有感覺 撞到這個有感覺 就撞下去了 哈哈 原來是這樣的 是 那這個 我們這個 叫做 現在這場 album release party 那個 idea是 誰先提出 因為你們兩個好朋友 誰先提出 誰先表白 哈哈 不一定會 就是 有一天去他家裡 吃午餐 好像是 然後 講一下講一下 原來你 年尾出碟 我年尾都 我們樂隊年尾都會出碟 嗯嗯嗯嗯 然後講一下講一下 就 Rocky就提議 其實可以 搞個show 嗯 但是他開頭那個 就是idea 就不像現在這樣 開頭就可能是 想搞兩天這樣 嗯 但是現在 因為中間經歷了很多問題 所以現在就變了 一有的問題 經歷了很多問題 我們成長了很多 哈哈 幾個月正香 才是PMA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才是那些人生教練 遲日 遲日 所以是一起想到 嗯嗯嗯嗯嗯嗯 其實我講一點點 就是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很想做一個 活動是 就是 就是 畫一條線出來 就是那個脈絡 就是香港Indie的脈絡 都不是 香港某種Indie的脈絡 嗯嗯 然後我就會想起 就是我們跟Archis 雖然 就是 可能開始的年份不同 是 然後我就會想起 之前之後 其實我覺得他們會很影響到 更加多的 之後的樂隊 我覺得可以這樣畫一條線 我不是說我有影響到任何人 嗯嗯 但是以色流很影響我 是 嗯 因為我很害怕在他們後面玩唱 哈哈哈哈 壓力大突然間 壓力大突然間 玩很多場 最重要是 我配搭一些樂隊 我還有一隊我不會說的 叫什麼名的樂隊 都是在後面 哇 很大力 但是anyways 就是我想畫一些 我覺得很少有一個很正式的 documentation of this scene 的成長 就是我覺得每天 出現了一隊Archis 這樣的樂隊 嗯 就是除了他們自己本身的才華 都是很講那個 線 嗯 就是你不會因為 如果你本身這裏什麼都沒有 你把一隊Archis 那個基數 會低一點 嗯 但是我又想覺得 亦都想展現一個狀態 就是其實我們三隊樂隊 都是一些普通的人 就是我們都是一個 就是我們的資源 不會比正常人多很多 或者少很多 嗯 我們都是用我們自己的方向 去做這件事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的概念 就是想搞兩天 因為有兩隊 兩個 兩隻碟出 嗯 一人一天是headline 嗯 然後加一隊 我們要honor 自敬放上神台的樂隊 噢 一開始是這樣的 原來 曾經是出現一個 ABCD四隊樂隊 玩 就是可能ABCABD 的概念的show 但是慢慢就考慮到 其實有很多實務上的事 可能將來 將來可能有機會這樣做 一定有一定 將來有機會也想通 現在都是因為很多 這個外在環境的 對 大家都明白 就是要去搞一場演出 是有千辛萬苦的 現在的事情 還有現在香港 至於 在歸例上 令到搞show這件事 不是說我想搞很麻煩 不是的 我覺得如果ok的 到時你們會更加多 material 你們會更加多東西被人認識 就是我認真 我真心覺得你們是會影響其他之後的香港粉絲 對 所以這件事就是劃回那條線 等到一個時代不會再是 坐在那邊看數 還是站在那邊看數 都成為一個爭議點 我想應該是 這樣不行 現在台灣還在討論這件事 大哥 好 我們今集就談到差不多了 我們說了這麼多 我是想大家10月23日來和我們 其實原來都是推飛的 哈哈哈哈 不是推過先 先推過再推飛 沒錯 你聽了你先選一來一去看 10月23日 我們可以看Archus和Wellset的 Album Release Party 到時Archus和Wellset 和以色樓的Live 應該也有很多新歌聽 大家都有 如果你剛好那天有空的話 你又或者在Stream Platform 或者YouTube聽過你的歌 嘻嘻 OK 你和我們這個 Pre的聖誕派對 多謝大家聽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